Simon 你知道為何我今天這麼強烈叫你借TTRS出來試嗎 你想挑戰我這個髮型嗎 其實我們打算跟你試完車後 找一間好一點的SALON 出個漂亮的髮型 不如我們先試車吧 好 我愛你 Simon 你看到今天我先霸壓了車來試鑽 其實是有原因的 為甚麼 因為我想玩 這些車本身是一輛大玩具車 有開篷、雙座、400匹馬力 還有駕草 真是開心得你不相信 應該不單是男人會開心 女士也開心 小朋友也開心 老人家會開心嗎 我會覺得老中青、男女都喜歡這些車 你只看樣子一走出來 一個字就有型 但我看見頭髮吹得很厲害 我覺得你的頭髮也動得很厲害 你會否帶我去製作運動 我正有此意 剛才已經跟你說了 其實開篷車大家都很怕會吹斷頭髮 除了我不會之外 這輛車亦有一個封擋 我們試試開了封擋 看看Andrew的頭髮會否吹到彎聲 我又試試快點 大家開了封擋會否吹斷頭髮呢 我覺得我兩隻耳邊有一點風在橫掃 但基本上是很舒服的 現在這麼冷的環境開了暖氣 我們這個鬆其實很溫暖 我記得再關上風擋 亂流應該會大一點 頭髮頂開始有這種感覺 但我覺得開篷車就是要這些東西 要這些享受 很多人說香港哪適合開篷車 其實你買了開篷車 這些時候就拿來開篷 但一年都是只有一季 所以我就說是玩具 其他時間呢 其他時間呢 如果我有這輛車就好 但如果是的話你應該不止一輛車 那一定是的 但我相信有些年輕人 如果有一輛車 駕駛到老懶 我想真的無敵吧 是女兒都願意上車的 應該是 聽聽聽這把聲音 但其實回家這把聲音是蠻嚇人的 不過它有一個靜音模式 真的嗎 對 對 頭聲音是比較小 但好像很吵吵 400匹 正極也有一個泊車 但相對是比較低 我不相信 我以後再踩一下 是不是有分別 一點點吧 再開大聲吧 Simon真的很爽 Simon 你一會兒真的要試試 400匹 不說得了 如果我駕駛下去 你很明顯感覺到 Cortral是Audi的成功之處 剛才我駕駛得有上下速度 入彎的時候 嘩 咬得緊緊緊緊 車是很穩定 和很復的 沒有太多餘的跳動 還有這車子 歐洲車真的是歐洲車的 它的避震真的很舒服 而且亦是Roster的特點 跳一下跳一下 但你不開心 我覺得你好像坐在我旁邊 還是你的款式是這樣的 可否給大家笑容 或者說 很棒呀 那種感覺 因為我還未能試試 還在你手上 我稍後會給你一個機會發揮 兼說說這車真正的規格 好 三文到你 好 我發覺一上車 有些很靈驚怪的感覺 嘟嘟聲嗎 不是嘟嘟聲 而是椅子會夾著你 剛才我也感覺到這個感覺 這就是RS 特有的跑車感覺 即是它感受到我們的體型 對呀 我和你的體型應該相差很大 那它夾得你舒不舒服 非常之長範 它亦夾得我很爽 現在到你去玩了 你又感覺一下有多好玩 不過大家明白 現在輪到Simon C 即是雪雪時間又開始了 沒錯 大家要上台了 不過都是因為有些資料要告訴大家 剛剛Angie也說了 有400匹馬力 這輛DDR-Rose 究竟從哪裡來的呢 沒錯 就是它一副2.5公升 五氣缸Turbo 引擎 2.5公升而已嗎 對呀 現在的引擎的容積不需要太大 小cc 2,00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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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可以做到超級飽車的分數 說回來說 五氣缸 其實是屬於Audi 一個經典的名機 在早年的Audi 柯燥營車 已經是這類型的五氣缸營 去到90年代 RS 2 轉旗輪營車 亦都是用五氣缸營車 輪到現在的Audi 的小型的RS 例如 RS 3 啊 來到現在新世代的RV 例如 Audi 的 RS RS Q3 啊 TDRS 啊 都是用這副2.5公升的五氣缸營車 這類五氣缸營車 同於一般四氣缸營車的分別 就是動力輸出是很盼快的 每次加速 你感覺到 老實有人在這輪營車 特別一拳 我就感覺到剛才很好玩 真的很棒 車架的平衡度很高 在每一輪營車都感覺到很紮實 是很穩定的 同類的日本車都未必能做到 這類型的操控表現 縫好像是可以一邊走一邊開的 時速50公里以下 你就可以開縫或山縫 萬一你突然遇上淚墓 例如梅雨或入隧道也好 你都會即時關上淚墓 便不會影響到你身邊的淚墓 我覺得入隧道這次很重要 不用整整天變灰 特別是為你而設的 Simon 你經常都灰口灰臉 還有開縫車其實很適合我 因為每一輛開縫車都不會吹亂我的髮型 對 真是吹不亂你的髮型 我覺得各大汽車代理商 可以考慮一件事 就是找Simon做開縫車代言人 唱首《頭髮不亂了》的新歌 沒錯 你看頭髮還挺直 還可以的 不過每次開縫車後 我都要去髮型屋做一些副理線 讓它不夠直 你不用心急 剛才我已經跟你說了 我已經訂了髮型屋 待會跟你做一個很好的套餐 你想不想研發 我想拉直一點 不如電動吧 好 現在去吧 好 好 不如電動吧 我們試駕完 這些高質素 好玩的大玩具 你有沒有想過擁有它呢 如果我多努力一點,我會考慮 那你要快點努力,也代替Audi 謝謝你 好的